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财长提名人Steven说过强的美元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短暂的负面影响 美汇指数即时有反应 在12月欧洲央行会议之后首度跌穿100这个水平 我想问奥兔如何看这宗新闻 上星期五特朗普已正式宣誓就职 但内阁大部份成员还未过关 近几届少见 两三个宣誓 现在美国财长还在国务做财长提名人 现在想应对议员的质讯 大部份议员尤其是民主党 摆到名要难理 对于特朗普曾经说过的事 都会反问财金会员是否与他一致 或认为他说的事是否合理 近期大家会留意美元强的问题 会影响出口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 特朗普开始是希望买美国货 就叫请美国人 如果这样的话 即是美国可能会注重多的出口 如果出口的话 货币度过强 原则上竞争力相对较差 刚才说得很对 这位准裁长也说过一个点 除了说美元太强之外 也说到会捍卫美国人的就业 正正跟特朗普就升了 即是两个的言论 当然听完财长说 又听回特朗普怎么说 他又说到一件事 其实对全球经济 都可能会有影响 他曾经说过 特朗普就跟美国高管说 如果美国企业 将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些企业将会面临高额的边境税 边境税我记得两个星期前 我们另一个专栏节目的主持 安德鲁也说过 其实美国就来搞边境税 意思是什么 即是说 如果那些大企业将生产线 搬到其他国家 再放在美国买 会抽很重的税 其实现在特朗普说的一件事 正正就是 要搬新产线回美国 要创造就业给美国 其实我还想看 如果他真的走这个方向 预视性会有多强? 其实已经有好几个问题 从这个消息里面 大家应该都会见得到 第一件事是 大家都知道 有不美是有没有协定 即是说 墨西哥和加拿大原则上 本来是同一个版块 大家可以很简单理解 加拿大和美国是一个自由为区 不会有任何税率 无论你什么厂家 只要放在这三个地方做生产 所以他开始竞选到 很多竞选承诺都会说 要请更多美国人 要请美国人 要找美国公司去请 所以大家会知道 在1994年 1992年开始 已经有不美自由为区 决定 已经有很多 美国小商户 小企业搬到墨西哥 或加拿大相对较有优势的地区设厂 所以会导致美国人接近7万间 这是特朗普说的数字 7万间中小企业 既然他需要请更多美国人 亦希望这些制造业回流 既然老板要回流 如何吸引他们 宁愿放弃相对较低成本的地区生产 而搬到美国 这些消息会有几样 除了说 如何令到美国小企业 回归美国本土外 也会令到不搬回来 有些威胁作用 这部分也会认为 等于名存实亡 说明自由民主义 为何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做 现在又划线出来 而墨西哥是否可以报复 或加拿大是否可以报复 当然大家已明白 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报复 所以无疑之中 大家在这消息也说 北美自由民主义协定 需要在某些条款中重新做谈判 没错 特朗普也说 会再重启 北美自由民主义协定的细节 可能大家都会继续观察 究竟发展和改变是怎样 但我突然想问奥特有一个问题 我记得你们一起说 这个金融市市市 大家都一直强调 美国的就业情况很理想 为何特朗普未选出来 甚至乎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经常会说 美国制造 由美国人去就业 其实是否表示 现在美国的就业数据是流的 有某些就没办法 一说这个问题 可能我会说过回 简单只要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 始终美国整个经济架构 已经转变了 这二十多年 直谷不用有生产线 以前说Microsoft也不用 做软件后 付钱就可以下转 或者做了任何 现在更好 做了一个有新的APP 就不需要 很多以美国现在的结构 大家要知道 我们一直说 美国贸易有赤字 大家要搞清楚 是商品贸易 而现在所做的 所谓带回美国制造 很多是商品贸易内的产品 如果说现时整个美国的经济 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转变 如果说製造业数据 大家也要知道 李嘉雄海啸之后 也有很大量的人改变了 现在出现了 很多工种已经少了 而且开始比较相对较低 大家也要知道 美国在这几十年 因为这转变 导致很多技术劳工 已经跟不上时代 很多人说离开了这製造市场 所以才导致 第一 现在的数据 为何会有很多被救病的地方 甚至很多人看到 製造已经没有前途 一定要想其他办法 洗碗也好 或者做其他事 所以数据里面 的确是有转变 但这转变又不能归于特朗普所造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 你问得很好 既然市场已经去到这样 人家QE都没有这样的数字出来 搞到个个人出来示威 为何还要这样去转变 如果这样转变 会增加更多磨擦 对 还有一件事 我一直都说 金融海啸是在乎我手 现在你反过 因为你已经解决了 我们还在浮沉 你便开始要要求我 其实有很多事 会令到 无论是你美国 现在所说 有些所谓不明正言顺 如果说美国优先 或者美国一直在做 一些对内部 所谓的美国民众 是否觉得很多事 不是那么满意 昨天我们也提过 你发觉现在很多的美国选民 他们认为美国 希望他们的总统 做多些国内的事 就不要搞那么多国外 这是其中一个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即是未来这段期间 特朗普会比较积极地 希望可以改变到 所谓美国的就业状况 可能美国的国民都认为 其实搞那么多战争 做什么 不如搞好国内的经济 因为真的挺惨 但美国人真的想不到 为何我要这样做 还有结果 你救完别人 好像他所说 你还有恐怖集積来 我帮你 为何你来搞我 所以这些事 很多美国人都有很多问号 既然是这样 不如回复以往昔日的美国制造 除了一般的美国人有些问号之外 可能大行的高管 都对特朗普有问号 根据华尔街日报 统计证券备案的文件指出 高盛大摩和小摩等等 华尔街的大行高管 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都出售将近一亿美元的股票 创06年以来的同期新高 当然听到一亿美元股票 就不是很多 但这样统计 几间大行的高管 都不太看好 其实是否有些糯微走出来 可能有些意料之外 就是似乎新任总统 有些不太对版 你之前看好他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不对版 似乎他真的以为 他说过的竞选承诺是要做的 而大家会看到 为何在他上台之后 大家觉得有个新气在外 在美国制造 但如果大家留意 美国的股市 在制造业方面 其实是涉眉的 现在你发觉 他上台原来是想做这些东西 不是好像他说 做那些东西 所以你会看到 股市已经给了反应大家 还有 现在的股市升了这么多 之前会觉得是否一件好事 因为你真的不太明白 为何股市会升 但现在他就职 很多东西要放下去 去验证的时候 你发觉只是他当选那天 市场没有再抽上做新高 大家应该知道似乎有些不对劲 因为大家都一直觉得 在就职之前两个星期调整过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做双顶也好 刚刚穿两万也好 现在发觉不是 原来越来越迟 尤其是製造的培楼 就算你真的谈得到 不美我当你两个月搞定 或者你搬回来 要多少时间 是否真的可以立即请人 你是不是回来 这些空地 你叫人在那里上班 不行 所以现在看到他所说的 有很多要行的政策 或是优先次序 去剃 似乎他所说的 就算成功也好 都是慢热 对股市帮助也不大 趁机调整 其实美国由于很多企业 迁在外国 但为何美国股市不停升 如果大家要留意 在过去两年 很多公司会回购自己的股份 有了购买力便升 现在上来又发觉 目利要回套 但这个信号大家要留意 不只是看他所收的一亿 你负责那些基金的那些 你又走不走 你自己的那些走 他那些又走不走 所以大家要知道 因为要避炎 如果是这样说 未来可能已有很大量的 所谓获利回吐即将出现 这个调整应该不少 看完美国消息 美国说是重振工业 原来英国也有相类似的看法 有新闻说梅伊 之后重塑经济野心 推出工业振兴的战略 看看报导是怎样 英国政府一发布 工业振兴征求的意见稿 将推动创新科技 基建升级 增进企业联通 促进自由贸易等等 以尋求提振工业生产 想问问奥兔对于英国经济的感觉是怎样 重振工业是否一条路 现在可能很大胆地和大家说 买英镑 英国可能很厉害 有些长话短说 整个欧洲 既然是欧盟各善其职 但脱离欧盟一体化之后 很多自己的东西都要回流 甚至继续再重新 因为英国小市场也好 但回头便有利 另外英国更加前瞻性 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或一亚投行 就是英国 似乎可以借助现在突然改变的国际局势 有了自己的优先 第一他强硬地脱离欧洲 很多人都觉得死定 以往我们见他一说这句话 那些绑就倒了 倒了多少 但现在反而没有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那边有牌饭 你还买去吗 然后投下去可能出事 所以会导致到市场 而且英国已经跌到这样的水平 竞因值已经返回头 而且有点类似美国那种状况 再加上大家看到他又说要进行制造业 美国又说要做 中国又说一带一路 大家一起帮忙搞一条路 而且昨天也有说过 其实中英两个铁路运输 已经在上星期开通了第一part列车 的货运列车已到英国伦敦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些东西落实 那边仍在上升 还有英国可能会更加组着先机 可以和中国有更多 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的合作 英国首相Theresa May正计划 和中国领导人谈谈谈 另外他也强调中国是英国潜在的经济盟友 另一方面他还会在星期五 会和特两部谈谈谈 似乎脱勾后好像重生 不是说笑 虽然你现在不是新的英国 因为我记得另一个主席 英国最一派 我想大家去英国 看足球队都知道 这些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已经荒废了 或者没有以往 兴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些全部可能再开工 每个人去理施 喝啤酒 看足球 一至五就继续工作 可能对于英国来说 第一个世界工厂是英国 现在全部回流回死火了 慢慢转 然后变了美国 美国再变日本 日本变四小龙变中国 现在中国又回到美国 美国又回到英国 一百年前的事 或者两百年前的事 他们现在再做回 可能很不同 而且大家知道 工资就本地化 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靠外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是早着想 而且工资高了很多 而且英国更加好 一定有高税率 你想想它有多少防卫设备 可以做 只是仿仿中国或美国 它已经有很大的製造业优势 节目完毕之前 又看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数据 大家要留意 欧洲、法国和德国方面 都会有一月制造月的PMI初值 另外美国会有些 关于城屋销售的数据 大家可以留意 多谢阿托今早的详细分析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个假日见面 多谢收看